皮子频频在社团媒体炮轰前队友是否为多兰特行为 为何出此言 请具体分析 他没有炮轰前队友 你前队友的话 这种窗户一般来讲也只有凯文多兰特配的啥 因为当年他一具阿猫狗 把前队友一勺会了 所以这个肯定是差点论 属于是范围AOE攻击 那你这种的话 确实严格的已经是跨过了 职业运动元特的雷去了 因为毕竟彼此之间是一个战壕 论马潮嘛 你怎么能背弃所有跟你曾经并肩搭档 在场上浴血奋战那些前兄弟呢 这就差点 但是斯科迪皮鹏啊 他可没有包红前队友 前队友范围太广了 是不是 你比如说啊 我攻击一个人 我打他一拳 那代表我打了全人类吗 不一样啊 他是人类不假 但你不能说我攻击人类啊 是不是 我又不是外星人 因此你这个词汇 他是有夸大嫌疑的 你挺适合玩标题党 适合对皮鹏就是攻击了迈克尔乔丹一人 我感觉这也是迈克尔乔丹的 纯属是自作自受 因为之前迈克尔乔丹那可是AOE啊 曾经在84到85赛季 他刚刚进入院变的一年 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 就是空口白牙跟他乱讲 你哪怕提出半点证据 也算你有说服力 就是一点证据不给你提供 完全凭一张烂嘴 当时说什么的 一进到庚宇室啊 整个这支球队除了我 全都是隐君子 在庚宇室之内 就这一页什么 当时迈克尔乔丹 你这种AOE的做法你都干了 而且后来他派那个什么 传奇啊 什么那个纪录片 那不也是吗 就他一个人是好人 其他无论对手还是队友 都看起来挺猥琐 那是迈克尔乔丹先不仁在前 再有时刻的批评 作为自保 作为一种自卫反击 不义在后的 而且这你都不能说不义了 他是替所有前队友发声 我必须得有一个前公牛队的 公寻骨干站出来呀 其他人可能说人为言情 讲话呢 没有人在意 我再不出来表达呀 凭什么全世界都得听迈克尔乔丹呢 就他一个人允许大肆抨击其他那些队友 不允许其他人讲他呀 所以四哥的批评呢 这就是为其他所有 以往那会并肩奋战的好兄弟 站出来发出了 属于自己阵容发聩的声音 只说了迈克尔乔丹 他这个人啊 曾经当职业球员那个阶段 他的一些人格缺陷 和这个人在场上 有一点疾无尽力 自私自利的这种这个本质 讲出来一些 你至于说是真是假呢 这东西双方各自一职呢 但是你要说是真是假 这玩意我们如果说 没法分辨的话 起码是迈克尔乔丹 他犯人在写 其他人反击在后 所以四哥的批评 你要说讲究迈克尔乔丹的话 不能说他有多大的错 是不是 毕竟乔丹先发恶语在线嘛 迈克尔乔丹自己问题更大 尤其他当年讲那个 什么前队友引君子 又是吸毒之类的 你讲这话必须得拿出证据啊 你不拿出证据 那你不是瞎扯淡的吗 这不行 平常就你一个好人呢 其他人都吸毒啊 你得有证据吧 你拿说我没有证据 我就当年我讲绝对死话 那有啥用啊 你以为这种事 他比较严重啊 你怎么能这么 污人清白呢 这就差点 批鹏缺钱了 那之前迈克尔乔丹 是不是也缺钱呢 要不然他平常 埋的前队友啊 所有前队友都被他埋的一遍 所以你不能说批鹏缺钱呢 那怎么得人家讲究迈克尔乔丹一句 他就缺钱 必须得说迈克尔乔丹好听的 那才不是缺钱呢 不合理 乔丹是犯人在险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